保理町专利跨店卡丘运动风气 台北基盘一场上当初美的迷你卡丘赛 以6回到8回的诱动为参加队上 比赛的过程只有看到小朋友 专业早上认真卡丘 少不仅逢坚定的气氛 除了上当精彩 竟是处美新权就 看这段小朋友卡丘是很处美 是想招球踏对角落去 整天小朋友就只会要招球踏出来 没有是非常可爱 旁边都会挤在一堆 为什么 因为那颗球很多人都要去抢 所以他们为了要提醒我们的球 跑来跑去累不累 不累 因为是踢足球不累 跌快点跌 往前跌 走走走 小朋友投球踏得很认真 一比关心的家长 比他们还比较紧张 他会从自己当作教练 只会小朋友要如何投球 就是大概跟他们讲一下规则 最好不要违规了那些游戏规则 这样子而已 就是要跟小朋友一起参与 然后最主要让他们说 得失心不要太重 好玩就好了 还蛮快乐的 就小朋友玩乐的啦 所以可能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专业的部分 就是小朋友玩得开心就好 可见这个气垫足球的 迷你足球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游戏啦 也是一种这个 假日的 他们休闲的切磋 应当是非常的有意义 足球赛如果能够从小扎 那跟让小朋友了解如何来踢足球 慢慢培养他们的兴趣 保理一定推动卡球运动是非常节奏 南道館卡球违望会 特別跟全国迷你卡球违望会合作 基本南道館第一次 迷你卡球比赛 参加小朋友分做六回 幽地方做 到八回国小印尼二年做 这一次是我们南投县第一次主段 幼儿足球也是算是迷你足球比赛 要推广我们的基础 基础足球 我们台湾的基础足球 就是从我们幼儿开始让他替足球 还有我们这国小开始推广 让能够后来能够 延续到国中高中 规则性的话呢比较低 但是以趣味性 还有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那规则的部分 我们可以慢慢的建立 前提我们还是希望 孩子以喜欢足球 不会惧怕足球为主 为这段小小的卡球队 所做的卡球队也非常特别 气垫心的设备非常安全 加上没什么比赛规定 小朋友可以定罪在卡球的处理中 踏一场穿完处味和欢乐的比赛 记者欧嘉显彩虹报导